什么?楚中白死了。 此言一出,众人再次大惊。 在看楚中白时,便见楚中白面色苍白如指, 两只眼珠子更是极限地往外突出, 几乎就要掉落在地。 李穗酒自然也看到了楚中白的变化。 果然,自己猜得没错。 楚中白喝了那水芒草泡的茶。 真的死了。 于是,再次冷喝一声。 楚中白,你既死了,为何还敢以人身示众? 不。楚中白终于发出一声惨呼。 两只眼睛不断地在眼眶里旋转, 如同被牵了线的木偶一般, 而脸色亦是由白变紫, 显得相当地骇人。 只是,他却明显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。 口里发出痛呼,我没有死。 我不可能死。 不,我不会死的。 我绝对不会死的。 可你确实死了。 李穗酒语气极为肯定。 不,你骗我,你在骗我。 楚中白的身上开始散发出黑气, 看起来极为不甘。 我三岁便启蒙, 五岁便入了学堂, 八岁就可以写出文章, 十一岁就已得了同生。 虽人人皆夸我才华横溢, 人人都言我必能榜上有名, 可我依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 我每日晨起温书, 夜夜苦读, 一心为我处家光大门眉, 如今秋为在即, 我如何能死? 我岂能在此时死去。 而随着他不断地自述, 不甘又变成了痛苦, 我不甘心, 我真的不甘心啊。 我还有母亲。 我的母亲尚在人间, 我岂能让那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我父早早变亡, 家中只有我和母亲相互依靠, 若我死了, 母亲如何能独自生活? 她如何能独活啊?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我楚中白向来已诚心待人, 为何你们却要要害我? 为什么要害我啊? 我从不曾害人的。 娘,孩儿不孝啊。 孩儿对不起您的纯纯教诲, 孩儿辜负了您的期待, 孩儿本想在金戒秋为中的举人, 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 可如今,孩儿却死了, 先您一步而去。 娘,您听到孩儿的声音了吗? 您在哪里? 娘! 孩儿想您。 孩儿想再帮您捶腿, 孩儿还想再侍候您啊。 楚中白的情绪极为激动。 而随着她不断地痛呼哭泣, 两只眼睛里亦是不断地淌出鲜红的血泪。 至于她的眼睛, 亦是变得一片空洞, 里面再无神采, 只剩下一片漆黑。 这一幕来得实在太快, 场中众才子们明显被吓得不轻, 一个个都是惊诧莫名, 不敢靠前, 直言, 鬼, 有鬼啊。 既轻竹亦是眉头紧皱, 手已按在了腰间, 准备拔刀。 但就在这时, 场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呼。 儿啊, 我的儿啊。 众人回头看去, 便见一个年约三十七八左右, 穿着一件绿色裸裙的温婉妇人冲了过来, 竟是将那阻拦的牙刹都撞倒在底。 是楚中白的母亲, 蔡氏。 有人认了出来。 娘。 是娘的声音。 您在哪儿? 楚中白听到了这一声呼唤, 眼睛也猛地转向声音的方向, 为何我看不见您? 儿啊, 我的儿。 娘在这儿, 娘在这儿啊。 蔡氏向着楚中白冲了过去, 即便楚中白现在看起来极为恐怖。 不要过去。 楚中白已经死了。 他是鬼。 众人一看, 都是惊呼提醒。 可蔡氏却是全然不顾, 不, 他是我的儿, 他是我的儿啊, 我的儿, 娘来看你了。 季氢竹的眉头皱得越发紧了。 他的职责告诉他, 应该马上拔刀, 将楚中白斩杀。 但一只手, 却突然间将他欲要拔刀的手按住。 恩。 季氢竹看向面前的青山少年郎。 而青山少年郎则是轻轻摇头, 人有善恶, 诡异有善恶, 难道, 季掌柜忘了吗? 可他是死于意外。 季氢竹回道, 你不是说过吗? 枉死之鬼皆为恶。 正常确实如此, 但你觉得他会害那蔡氏吗? 季氢竹沉默了。 腰间的刀, 终是没有拔出来。 因为, 青年少年郎抓着他的手, 并未松开。 而在场中, 蔡氏也已经扑到了楚中白的面前。 他的两只手轻轻地捧住楚中白那张已经白的发紫的脸庞, 眼中却没有任何的畏惧, 就这样近乎于贪恋地看着面前的鬼脸, 又用手整理了楚中白额尖的乱发, 仿佛要将楚中白最后的样子深深地记在脑海中。 娘, 是。 是您吗? 儿看不见您了。 我的儿,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? 蔡氏眼中泪水流淌, 娘来晚了, 娘来看你来了。 不, 我已死了, 娘你莫要靠近我, 快走! 快走! 楚中白极力要将蔡氏推开。 可蔡氏却反而一把将楚中白抱入了怀里, 娘知道, 娘什么都知道。 我儿是被人毒害了。 是被人毒害了啊! 我可怜的儿啊, 你从小就勤勉刻苦, 其他孩童在外嬉戏的时候, 只有你在独自坐在房中温书, 我处是一门, 只有你是真正的胸有抱负。 为了能在秋为中考上举人, 我儿这三年来每日都不曾懈怠。 可如今却被人毒害了。 而且, 更是入不了那轮回, 只能受人控制, 即便不愿意害人, 也要来此变难文会, 替那害人之鬼作变。 蔡氏用手抚摸这楚中白的后背, 不过, 不要紧的, 娘已经想到了办法, 那毒草不是要让一个人替死吗? 娘来给你替死, 只要我儿能再入轮回, 投胎转世, 娘愿意的。 反正我儿已经死了, 娘如何能独活于世? 没有了我儿, 娘还怎么活啊? 倒不如死了, 让我儿去入那轮回, 来世再投到一个好人家, 以我儿的资质, 来世定是能中的举人, 甚至夺得状怨。 娘, 不可以的, 儿绝不会害您, 儿子做不到啊。 楚中白不停地摇头, 身上开始不断地溢出鲜血。 我心善得啊啊, 便是做了这鬼也不愿害人, 可若是没有人给你替死, 你又如何能入那轮回? 娘绝不会看到我儿如此这般, 便让娘死了吧。 菜式显然是伤心欲绝, 心中已有了死质, 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竟然渐渐地染上了白霜, 犹如被落血覆盖。 楚中白的身体颤塑起来, 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口里吐出, 将地上染成了鲜血。 一叶白头, 那菜式竟然白了头。 可怜, 可叹啊。 周围众人都是被这一幕震动, 不知觉中, 竟没了刚才那般的聚色。 而就在这时, 一席青山的少年郎中是松开了抓住的细腻。 在所有人惊诧的目光中, 行到了场中楚中白的面前, 楚中白, 你已成了谁盲鬼, 按照常理, 你只有寻到了替死, 才可重入轮回。 但如今我看到你与你母二人情感深厚, 知你虽已成了鬼, 却亦是孝顺心善之鬼, 且胸中还有着满腹的精伦才华, 愿意相助于你。 故而, 我且问你一句, 你可愿听这, 谁盲草, 后面半篇故事。 后, 后面半篇故事。 楚中白猛地抬起头, 一双空洞漆黑的眼睛, 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 其他人亦是满目震惊。 这故事竟还有后半篇。